你像在我们平江的话 这个辣条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走 基本上人人都爱吃辣条 那辣条到底是零食还是主食啊 可能在别人那里是零食 但是在我们这里已经快成为主食 这个辣条是基本上完完全全 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平江人民的生活当中了 家家户户都会做辣条 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吃辣条 辣条发源就在我们平江 像我们平时喝个粥 其实都不用其他的配菜 来一点点香辣合口的辣条 我们做着下一大一碗 大家好 我是星哥 今天来到的是中国的辣条之香 湖南平江啊 平江啊 在大街小巷都能闻到辣条的香味啊 我们今天就走进 据说是平江最大的辣条厂啊 去看一看 我们平时喜欢吃的辣条 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虽然叫粥干子 其实它是用面粉做成的 它不是由那个豆制品做成的 它是面丁制品 这个怎么看得像水泥啊 这里面是加了可可粉的 那个面粉 它加这个的话 它就是说第一个是盐盒上面 第二个是味道上面 看着臭 吃起来可香 这是我们的那个高温蓬化剂 一秒钟就能把那个面粉变成辣条 然后到这边把它贴成块 它把它贴成块之后 就开始拌料了 南部都是全部的 这是我们的普通拌料 也很美 就是一个蒜蓉 一个口感 一个辣椒 聊聊粉 然后还有一个食用粉 没有任何的时间 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把它贴成了 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把它贴成了 像我们这个厂目前一天的话是生产三百万包式 没有问题 前段时间还有好几个外国人来到我们这个工厂 然后但是他说什么我听不懂 只知道一个劲的说 顾着顾着 最后还拉了一卡车的那个抽干子走了 看这个包装啊 非常简单 有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哇 辣椒吃着爽 这个抽干子辣条特别的筋道 味道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但感觉就不一样 小时候只能一遍一遍的吃 现在可以五天一起吃 真是太豪肯了 所以喜欢吃辣椒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 五天十天一起吃辣椒是什么感觉